一部老子五千余言 从修身养性到治国理论 从自然规律到人生哲理 内容广阔 无所不包 直到现在 那仍像一盏明瞪 指引着无数人前行 书中这五句绝妙之言 更是高度浓缩了老子的哲学智慧 读懂了他们 相信你也就能拨开生活的重重迷雾 参透人生的真谛 一 关于欲望 醉莫大于可欲 霍莫大于不知足 一文没有比放纵欲望更大的罪过 没有比不知足更大的祸患 刘宗元写过一则《欲言大经》 说南海有一头大经 一张口就能吞掉几十条 像船那样大的鱼 为了追逐肥美的鱼群 他一直往北 不知不觉游到了浅滩上 哪怕退潮也不肯离去 结果当海水散去 大经无处可逃 最终死在了沙滩上 现实中的很多人 就像这头大经一样 尝过了享乐的滋味 便一发不可收拾 任由欲望膨胀 一步步把自己推向了深渊 北宋名相菜经 就毁在了一个摊字上面 他素来喜欢其真一时 成为宰相之后 更是不惜吃巨资 满足自己口腹之余 喝一碗羹汤 要用上百只鞍唇 请同僚吃一顿血黄馒头 就花了五十户 普通人家一年的收入 为了支撑奢侈的饮食 他大肆搜官民之民膏 逼得百姓倾家荡产 甚至卖儿育女 皇帝得知后大怒 罢免了菜经的宰相之位 并下令将其发配边疆 最终 年过八十的菜经 在流放途中被活活饿死 有一句话说得好 上天想让谁灭亡 总是先让他膨胀世间万事 自有因果 每一个贪图非分之福的人 都会为自己的欲望 付出惨重的代价 只有学会知足 人才能从平凡中寻的幸福 不必奢求山珍海味 粗茶淡饭自有真伪 不必追求日进斗金 衣食无忧以示幸运 当你看淡了名利 自然能挣脱束缚 远离灾祸 获得真正的自由 二 关于认知 知不知上矣 不知知病言 圣人不病 以其病病 一闻 清除自己的无知 这是很高明的 自认为无所不知 这就是很糟糕的 圣人没有缺点 正是因为他把自己的缺点 当作要克服的疾病 庄子秋水里 讲过黄河之神荷薄的故事 秋天来了 千百条河川都会入黄河 河薄洋洋自喜 以为全天下最美的东西都在自己这里 于是他顺着水流 一路向东 一路观赏 一直走到了北海 然而当他继续遥望时 却怎么也看不到北海的尽头 此刻河薄才意识到 原来世上还有如此壮阔的景色 自己从前真是太无知了 正所谓 狂妄源于浅薄 低调基于见识 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 人与人的认知却是天差地别 行地之蛙 以为目之所及就是世界 才会目中无人 傲慢无理 而真正见过世面的人 明白自己的局限 反而会收敛锋芒 千亿代人 清代思想家戴震 就是一个虚怀弱骨的名士 一次戴震与师父将水一同念见皇上 其间皇上向江水提问 江水畏惧龙烟 紧张得浑身哆嗦 只能请学生戴维回答 戴震口若悬河 分析问题条条是道 准切要害 皇上大为兴奋 问戴震 你和老师比 谁的才能高 戴震回答 我的水平低 皇上又问 那为什么 水平高的反而不能回答呢 戴震说 老师年纪大了 耳朵有些倍 可他的学问超过我一万倍 因为我的学问 都是从他那里取来的 皇上对戴震的态度 大家赞赏 还赐之为汉里 论语中写道 君子太耳不骄 小人骄儿不太谦和 不是无能 不是示弱 而是一种修养 正是因为见过更出色的人物 看过更广阔的世界 才明晰了自己的渺小 人生在世 要保持空悲心态 在剑末中不断沉淀 安静的丰富内心 放低姿态 把自己看小 把事情做好 你未来的道路 就会越发广阔 三 关于情绪 兴则失根 躁则失君 一文 君 是根本和主宰的意思 轻率就会失去根本 躁动就会失去主宰 古人常说 急则有失 怒中无至 人一旦被情绪左右 就会失去理智 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春秋时期 齐桓公有个宠妾 叫做蔡姬 再次划船的时候 蔡姬嬉笑玩闹 故意谣传 吓到了齐桓公 齐桓公大怒 把她赶回了娘家 蔡国国君看到 自己妹妹被撵了回来 心中很是屈辱 一气之下 把妹妹改嫁给了楚成王 齐桓公听闻后 直接出兵灭掉了蔡国 并俘虏了蔡国国君 可他还不解气 又对楚国出兵 结果楚国没有拿下 齐桓公自己的军队 却一败涂地 本来只是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最后竟然弄得国力大伤 齐桓公懊悔不已 尼采在善恶的别案中说 如果情绪总是处于失控的状态 就会被感情牵着鼻子走 丧失自由负面情绪 就是一滩泥沼 你若一味较劲 非要跟别人争处个输赢 就会越陷越深 最终不可脱身 正所谓 忍得一时之气 免得百日之忧 面对生活的刁难 他人的伤害 一笑而过才显胸怀 暂时的退让 为的是换来长久的安宁 当你能够看淡一切 心态平和 再多的困扰 与你而言也会变得微不足道 四 关于说话 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 善者不变 变者不善 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 一文 真话听起来不舒服 好听的话往往是虚假的 善良的人不爱争论 爱变的人多半不善 学识丰富的人不会自夸 说自己博学的人往往无知 越无知的人 越觉得自己的学识高 越喜欢口出狂言 与人争论 一个人的品行如何 从他开口时的用词 语气和神态就能看出来 庄子里有一个故事 有一位叫士成起的人 久仰老子的智慧 于是跋山涉水前去拜访 可看到老子后 他觉得对方相貌平平 极其普通 连住所也杂乱不堪 他便失望到别人说你是圣人 我看你是老鼠还差不多 老子抬头看了他一眼 没有理他 继续低头看自己的书 第二天 是成起觉得自己前一天说的话太失礼 便来向老子道歉 老子对他说 我如果有获得大道的实质 你骂我是猪 狗 老鼠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还是我如学成法师所说 你嘴里的人生 就是你的人生 你说的什么话并不能影响我 也不能改变我 恰恰相反的是 你说的话里 只会暴露你的学识和修养 真正有涵养的人 往往谨言慎行 因为他明白言多必失的道理 只有说话前三思 方能远离祸患 保全自己 关于如何践行说话之道 老子给出了三条守则 一 保持真诚 不说假话 去掉那些华丽浮夸的虚言 二 知理不便 点到为止 不要和别人反复纠缠 三 学会沉默 少说多听 以谦卑的态度对待所有人 管好自己的舌头 守好相处的分寸 给他人留点尊重 也是给你自己留条后路 五 关于苦难 飘风不中潮 咒雨不中日 一温 狂风刮不了一早上 暴雨下不了一整天 人生中所有的苦难 就像风雨一样 都只是暂时的 怕不过去是千勾万赫 迈过去了就是平坦大道 汉书黄霸传里记录了一个故事 汉宣帝时 如是夏侯胜违背皇帝旨意 遭到了群臣弹劾 有个叫黄霸的臣子 对夏侯胜一向景仰 他也因此受其牵连 被一同打入了大牢 在狱中 黄霸请其传授经学 夏侯胜心如死灰 苦笑着说道 我们说不定明天就死了 研究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黄霸却不沮丧 反而引用孔子之言来鼓励对方 找闻道 稀可死矣 当下痛快即可 何必忧心明天呢 夏侯胜深受感动 便敞开心扉 与其侃侃而谈 就这样 两人谈经论道 熬过了整整两年的牢狱时光 后来朝廷宣布大赦 二人双双获释 他们终被皇帝再度召见 重新启用 正是有了坚定的信念 他们才从阶下囚 熬到了座上课 迎来了真正的心声 苏氏曾在《朝错论》中写道 古之力大事者 不唯有超市之才 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一个人最不可丧失的 就是战胜困难的信念和勇气 你若自暴自弃 任何一件不如意的小事 都足以扼杀自己的命运 撑不下去的时候 咬咬牙 坚持一下 不忧不惧 把眼前的事情心无旁骛地做下去 哪怕日子再糟糕 也总能迎来新的转机 胡氏先生说 老子是中国哲学的鼻祖 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哲学家 听圣人之言 误人生之道 迷茫的时候 翻一翻老子的篇章 它能帮你找到勇气和方法 痛苦的时候 听一听哲人的智慧 它能给你带来希望与力量 对面人生之道 对面人生之道 再分配 我跟大家参加